用着晚装造型,首先我们要刻画模特的眉毛 选用的是深咖啡色的眉粉 取适当的亮 涂入眉毛上 先从眉峰开始刻画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明显的对比变化呢 接下来我们占取浅涂色的眉柳 涂一整个眼窝处进行打底 然后涂深蓝色的眉柳 在虾眼皮褶皱处 进去密染 接下来占取适量的黑色 涂一睫毛根部 最后取颜色眼影 涂一眉骨出击蜂蜜亮 这样上颜影部分就刻画好了 下面我们刻画下颜影 同样是用深蓝色的眼影 涂一后颜尾三分之二处 静静地向前面溢染 下面我们要刻画一条略粗的眼线 并粘贴一束浓硬型的假睫毛 从眼线开始画起 一定要把睫毛根部的缝隙填满 一定要等眼线干了之后再睁开 同时也要把下颜影线刻画上 站起睫毛的时候 要对睫毛进行修剪 用眼睛的长度要进行比对 我们只修剪一边 涂胶的时候一定要等胶干几秒钟之后再去粘贴 干的时候可以略微往外一点 这时我们还可以补发眼线 调整一下睫毛的弧度 用睫毛膏对睁脚睫毛进行融合 同时把下睫毛也刻画上 这样一只眼睛就刻画好了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明显的对比变化呢 下面我们用相同的手法来打造另一只眼睛 我们用相同的手法来打造成产语 这样两支眼镜都刻画好了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三红和唇膏的部分了 我们占取砖红色的三红 图屏幕机上 这样会是整个砖融更加的立体 由于是晚宴妆容 所以三红的颜色要比正常重一点 我们还要涂上一层橘色的唇膏 这样一款漂亮的晚宴派避妆容就打造完成了 喜欢的朋友赶快尝试起来吧 解释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